在新山里发现 我的车已经第三次被召回 如果再不去的话 可能他以后就不管了 所以呢 回到温哥华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去修车 昨天晚上凌晨4点钟睡觉到现在 睡了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早上起来吃个早饭 撑到晚上再说 第一件事修车 ok 我已经到这了 然后我就发现呢 我这车好像是需要保养的 然后它那个机油必须得换了 所以今天来了一个是预定一下这个 这个recall召回一个是把这保养一下 另外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车该修了 不是来了就来不及 我先进去 我没有预约 所以我要先给他说明问题 今天预约一下 ok 已经把这个文件交给他了 他拿去看有没有我车里需要的文件 搞不好今天能修 但不一定啊 3月份文化旅机 但是不冷 嘿嘿嘿 说实话我怕我记不住 Hey Siri Remind me to fix my car on next Wednesday 11am 科技就是没有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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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什么马来着 辐射什么马 野马 我看它价格 我现在的钱呢 是可以买一辆车的 开玩笑 只能力次一辆 哎呀 忘了跟他说钥匙没电了 钥匙没电了 我下次来的时候跟他说一下 让他当场换一下钥匙好了 接下来的任务是去修车行 预约一个修车的时间 在加拿大修车呢 跟大家说 你绝对不是说打个电话 过去问一下 最好是开车直接去他车行 当面跟他聊 然后他会马上给你确定时间 当然打电话也可以 主要是我忘电话多少号的 不好意思 OK 我觉得我挺厉害的啊 这么长时间不在温哥华 但是我 对之前去过的地方 完全记得住 完全没有走导航 直接开到 而且是用目测 感觉应该是正常的事 我错了 哎呦 这个开车技术 哎呦我的妈 这车烂成这样 来了三回了 你知道你的fri number吗 忘了忘了 然后没关系 这个我应该查查看 OK 因为我太久没有来了 所以很多资料找不到 你要这么多资料 天 这不好找是吗 就等下还得拍照 对啊 然后再打电话给ICBC 对啊 然后ICBC 我已经给你确认过来 怎么又打过来了 有病啊 对 然后我打电话的时候 哎 你们可以帮我打是吧 诶 试试看法 因为一般情况下 都是不让的 因为他觉得就是说 这个是客人的 然后你们的别人 就不要来 来电话干嘛 但是 没有关系 还是找到比较好 然后如果遇到比较nice的FBC 的话 OK OK 我终于找到我那个cleave number 然后现在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现在已经12点了 还不行是吗 对啊 好 ICBC特别忙 因为刚才有一个信息忘了问了 就给ICBC再打个电话 然后 这个一hold就hold了有十分钟了吗 十二分钟 十二分钟 嗯 幸亏手机有电 不是我的问题 哇 那我来得很巧啊 是吧 我如果这个月没有来的话 我的车再修就麻烦了 就会有很多节外生枝的事儿 老天对我太好了 哇天哪 实在是太惊险了 最后呢 定的是这个月26号来维修 哦 哇的天 终于要晴天了 远处 刚才一个店员说 看过我的视频 然后送给我一张卡 主管也给你一个 就用那个 另外一个主管 他是主管 他是主管 哇这么厉害 他说 他是你的朋友 嗯 有啊 你的朋友嘛 所以认识 你要不要跟大家说两句 呃 你觉得我的视频好看吗 非常好看 很有益 真心话是吧 绝对真心话 啊 OK 非常感谢你给我一张会员卡 不客气 九折 所以呢 我的视频啊 有初中生 高中生 还有很多这个成年人 设计面还很广 我希望我的视频能够 也设计到更多的东西 努力吧 哎呀 哎呀好久没有大口喘气了 舒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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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等一下呢 是一个意道之外的事儿 所以我也就不把前程拍下来了 咱一会儿见 拜拜 嗯 OK 确实啊 什么都没有买 进去之后 我发现我好像不缺什么了 哇 这个云真的很低啊 回家 好突然 非常突然 我这一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一觉昏睡到现在 现在是凌晨四点四十 啊 时差 真要命 真要命啊 我也是 之后 再次 真要命 您的 您 您的 您 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